我是吴若全 你听说过公平贸易吗? 公平贸易它是以人和环境 为核心的一种经营的概念 客观的来说 它并不是以最大的盈利为目的 而是要帮助世界最边缘的人们 可以脱离贫困 帮助他们加强他们的组织 并且宣导环境永续的理念 我们可以看到公平贸易 它不只是要付给生产者合理的薪资 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经营模式 一定要以长久合作这样的关系为基础 而且强调互相尊重 秉持透明化的沟通原则 来做生产跟销售 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透过公平贸易 得到地球永续的概念 维持生产者的生计 也能够让他们的家人和下一代 都受到良好的教育 从这个概念可以看出 公平贸易 它改变了不公平的自由贸易结构 而且有机会可以创造出 更民主的系统 这也许才是真正解决贫困的方法 我们先把公平贸易的概念简单介绍到这里 等一下回到节目的现场 会有更深入的讨论 先欢迎你来到中广流行网 加入我们推广永续的观念 一起没事来哈啦 每天面对新的考验 勇敢说出你的主见 无弱却让你的声音 传说语言 别怕自己做的不对 大声说出你的观点 风放弯交集机会 要一枚是哈啦 老板前 刚刚提到公平贸易 也就是我们这次节目 要继续分享永续的议题之一 公平贸易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 它建立于一种透明的对话 而且强调的就是 互相尊重的贸易伙伴关系 透过这样的合作 来推广永续跟道德的发展的体系 希望能够促成更平等的国际贸易 公平贸易 它有赖于一系列的规则跟做法 希望能够确保生产者 获得公平的报酬 劳动者获得他们应有的权利 也让我们的环境可以得到保护 提供生产者贸易商 还有消费者一连贯的 直接参与对抗贫穷与剥削的管道 公平贸易的伙伴关系 包括了生产者、贸易商、通路商 还有消费者 那么公平贸易的运动 其实它是在1940年当代就开始了 当时是因为美国还有欧洲 一些很小型的组织 他们开始跟低度开发的国家的生产者 直接展开了手工艺品的贸易 这个所谓另类贸易的组织 它首次以保障生产者 还有他们在社群商品中的买卖过程 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公平的价格 因此跟传统的贸易开始有了一些区隔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 公平贸易只供应一个极小的利基市场 但是最近这十几年来 公平贸易的发展 可以说是越来越成熟 也越来越专业 甚至就进入了主流的市场 有一些市场甚至有高达70%增加的幅度 是在销售公平贸易的产品 当要求健康跟道德健全的商品 这样的消费趋势越来越新奇 日益庞大的公平贸易市场 可以提供更多的机会 给弱势的生产者 进入公平贸易的体系 到现在来看 公平贸易已经在数以千计的 生产者跟贸易商 还有百万名的消费者之间 不但是透过草根的团体 不断的去声援跟支持 而且已经慢慢发展成 非常积极的全球性的运动了 针对公平贸易这个议题 为了和你有更深入的讨论 我特别邀请减果子的创办人 杨世祥还有蔡姨颖 来节目跟你分享 听听看他们如何用慢时尚的观念 将永续落实在日常生活 以及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 让我们先来听听 有关于他们的事迹 永续推手 两人接触都市更新相关案件 发现建筑业的局限 以及工作时面临的挣扎 除了每日每夜的加班 令人感到疲乏之外 还有其他的无奈 例如建筑师进行都市更新的设计时 为了让新建筑与旧景观和谐共生 会要求留下的老房、老树 然而这些对社区经营很重要的元素 却常常在建商与政府单位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下 无法被保留 累积种种痛苦的因素 为自己踏上另一条路埋下伏笔 怀抱着希望不再为世界带来破坏的心情 另辟生命与失业的新旅途 两人在上海工作期间 也开卖了自己首座小工艺的小店 因缘际会 因为一场上海的环保设计展 两人见识到设计与环保结合的诸多可能性 因此点亮回台湾创业的灵感 除了自创以环保守作为理念的品牌 捡果子 也引进公平贸易的理念 为地球的永续做出重要的贡献 听完以上永续推手的小单元介绍 相信你对杨士祥 还有蔡姨颖 他们参与公平贸易 这样的过程有了初步的印象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休息一下回到现场 请杨士祥 还有蔡姨颖 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究竟是怎么做的 可以把慢时尚结合 公平贸易 中间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等一下一起回来听 欢迎继续回到 没事来哈拉节目现场 我是吴若泉 继续为你进行的是 为地球减碳 在生活环保系列 这次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公平贸易 现场来宾是减果子的创办人 杨士祥 还有蔡姨颖 我们先请两位来跟听众朋友打招呼 士祥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敏卡 士祥 好敏卡 她的英文名字 另外这一位创办人是蔡姨颖 姨颖你好 大家好 是蔡姨颖 你可以叫Lise 好 就是敏卡跟Lise两位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那我知道其实两位之前有建筑业的背景 跟我们聊聊当年是怎么样的机缘 从建筑业转换到现在经营永续品牌的设计者的过程 我们最开始是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就是在台湾进事务所 对 然后因为台湾事务所比较需要加班 对 然后就有一点觉得就是就我也觉得蛮累那样子 对那后来因为有一个机会到上海去工作 对 然后在上海的工作我们就是在一些在外资公司工作 对然后就是跟当地的同事共同开了一间小店 其实是好玩的 就当时就斜杠了 就是是同事想开了 可是在上海的建筑或建设公司不用加班吗 我们公司好像还好 因为是外资的 对对就美国老板他好像不太 不太希望我们一直加班那样子 是所以开了什么样的小店 那时候我们同事是他们三个上海的小女生是做饰品 因为我自己本身之前念过建筑之后有念服装设计 对对对 然后然后我们两个就想说那我们就是像我就做衣服 然后Vincar的话他就是做各种他自己想得到可以做东西 譬如什么 譬如说他最早做印章 对对对 然后后来他又有做一些木偶的改造 然后最后他是在台湾的书店找到一本做羊毛站的书 然后那时候比较少羊毛站的东西 他就觉得这个好像蛮有趣的 对所以他就自己就自己玩了羊毛站的东西 羊毛站是什么就是做娃娃有点毛毛的那个玩偶吗 对对但他不是做娃娃 他那时候自己做很多就是很夸张的饰品 很夸张的饰品 不如让Vincar本人来说一下那是什么 刚开始其实为了上海 其实上海蛮多外国人在那边工作的 所以那时候我的创作主要就是 就是真的是蛮夸张的饰品 那台湾可能戴不住的就是很大的项链啊手链啊戒指 但他全部都是用羊毛站去雕塑出来的东西 材料是羊毛站啊但是不是做玩偶跟娃娃 是做很大的项链跟饰品啊 你自己会戴吗我看你今天很朴素啊 我回来台湾好像就没有再戴这个了 不过那时候就是为了那边的市场才设计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想要做刚才讲到是木偶的改造 因为那时候就是被拉去当人头开的店 那开的店我们就有一个成价需要展售一些产品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做什么 就觉得好像因为学建筑的都喜欢动手做一些模型啊 所以就那时候就一直在尝试着各种的工艺技术这样子 包括刻印章都是这种 刻印章啊做一些就是去改造一些木偶这样子 那印章是用什么材料 刚开始的印章应该是用用橡皮橡皮章 是是是那内容要刻什么 我记得那时候做了好多的中国的脸谱 对脸谱 蠻可爱的啊 所以这就是建筑人 他过去都有一些创意的背景 才会去念这种建筑的科系 只是每个人把创意发挥的地方不太一样 那我们跟朋友只是合开一个小店嘛 那怎么会变成一个想要往这个方向走 是什么样的契机 听说啊有一次是参加了上海的环保设计展 让你们走向现在这一条路打开了一个新的契机 对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上海有一个环保设计展 叫Eco Design Fair 对然后他们的主办单位的人就是可能刚好逛到我们的店 然后他就对我们的羊毛站之内的产品很有兴趣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邀请我们参加他们当年的几个不同的活动 那其中有一个我们就用产检里面塞羊毛去做的一系列的产品 就慢慢的参加了展览 你们的创意跟作品被发现 因此就越来越有内在的自信觉得可以离开建筑业了吗 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年纪也大概三十几岁 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是 好这是一个创业走自己一条路的起心动念 但大家都知道创业维艰 所以明卡要不要跟我们聊一聊 在创业的初期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创业初期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纸巾 其实我们从上海回到台湾之后 我们一人就出了十万块 其实资本还蛮小的 就开了那时候在台中开了一间小店这样子 那我们就把那间店就是分割成四等份 有工作室有店面 然后有我们住的地方和一个小商库 那其实初期我们对于台湾的市场 其实不是那么了解 加上我们以前都是做办公室 然后拿着滑鼠面对电脑 画这些建筑的图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实际上面对客人的经验 我们其实那时候也不知道 如何把一个东西卖给一个陌生人 中间还要讲很多的话 讲很多的故事 那时候也没任何的商业的背景 就是我们在找店面的时候 找了一个非常小的巷子 那条巷子面宽只有两米而已 连车子都开不进去的一个小巷子 其实就很多经验不足的地方 包括我们回台湾要去登记公司 然后才发现我们的资格好像不符合登记公司 在那个时候 所以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跑台北市政府 自己去办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是很不顺利 那时候他也不让我们登记公司 所以我们就登记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 包含里面有一些发票啊等等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在非常混乱的情况 夏季方面已经离开台湾那么多年了 然后回到台湾之后 其实对于台湾其实蛮陌生的 然后又很快的就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开了一间小店 那这家店其实初期的时候最困难 就是它的收入非常的不稳定 一开始就是我们周末要分成两个人 我在台中的门市固定 然后历史要坐车北上 然后摆摊 哇真的是创业为鉴 也看到两位分享的经验 从创意人到经营者 不仅自己的心态要调整 观念要调整 做顺利的方法要调整 那么产品的设计可能要做一些调整 我们先聊到这边 等一下回来 再来看看两位 从创业到走向公平贸易 这一条路的转折 你所收听的是 没事来哈啦 我是吴若荃 回到现场继续为你进行的是 为地球减碳 在生活环保系列 这次讨论的主题是公平贸易 特别请到减果子的创办人 杨士祥 Vinca 还有蔡姨颖 Liz来跟我们分享他们投入这条路的经验 好那请两位分享一下 从你们创业开店的过程当中 可以说是一步一步慢慢接触到公平贸易 在一路发展的经验当中 有什么样的学习跟启发呢 我们最开始就是产品 都我们自己手工做 然后这是一个因缘忌讳 我们就是使用的一个线材 是公平贸易的 对然后那时候 因为我们之前有做一些 可能去了解一下公平贸易是什么 所以我们是知道说 他们是会帮人家做生产的 可以找到符合公平贸易的原则 但是可以帮你做生产 对 是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大部分都是在一些比较未开发 就是开发中国家那样子 所以要跨海去找这样的资源 对 听说在走向公平贸易这一个方向 你们自己有给自己设定几个条件或目标 比如说不要大量生产 然后坚持要手工的制作 也希望这些材质都能够环保 还要照顾到生产的伙伴 所以你们一开始其实就一直往这个方向再前进 对 那时候我们也希望可以找到的是 就是比较符合我们这些要求那样子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知道有一个 就公平贸易的认证组织叫做WFTO 对 然后我们在上面也找到蛮多不同的生产组织 但是当我们写email给他们的时候 就是都没有回复 所以就是这算是最开始遇到的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没有回复呢 我觉得应该是蛮多原因的 因为我们品牌比较小 然后之前也没有和任何的组织合作的经验 然后包含他们不知道台湾的市场的条件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其实大概前半年写的email 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 那直到有一个比较小型的组织在孟加拉 他开始愿意帮我们合作 让我们累积一些经验之后 就其他的组织又陆陆续续 和我们合作配合这样子 有时候努力归努力 那个缘分的到来 他真的有一些时间的等待 时间到了 我们华人的社会说因缘俱足了 那么有一个回应之后 接下来就会有三个五个十个 让彼此有机会可以搭上线 那搭上线之后 对你们又产生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觉得就是开始认识到公平贸易的一些伙伴之后 包括我们有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我们有一年去到印度 我们第一次去 去到这样子的国家 那时候去蛮紧张的 我们出国之前做了很多功课 看了很多的网站 都说印度蛮危险的 环境比较混乱 所以我们那时候还不敢带任何的大型的行李箱 两个人就背了一个小的旅行袋 然后就去到印度去 那个组织 我们在出发之前 他只跟我们说一句话 就是如果你能找得到我 你就来 我们去了之后才发现 飞机是凌晨到印度的 那我们下了飞机 然后到了hotel 那hotel我们早上才发现 他其实是位于平民窟 因为那个合作组织 他们其实是在 梦买最大的平民窟里面 他们有七个不同的工坊 其实从一开始的不回信 然后到就是 他们愿意接纳我们让我们去 然后到这几年下来 他已经是我们目前合作的一个 最大型的公平贸易组织 我觉得就是跟中国人讲的一样 见面三分期 所以我们去到 好像早上那边 然后他就请我们去挑选布料 所以我们这几年就不断的 就是重复去拜访他们 然后制作了 设计了非常多的衣服 那我觉得那是一个起源 就是从印度的最大的平民窟 然后这陆陆续续我们就去到了 尼泊 我去到了孟加拉 甚至去到了南美洲的巴西 都是当地最大的平民窟里面 然后和那边的妇女组织一起工作 那这是其实对我们人生 就是完全就改观了 你在台湾其实你不会想到 那边的生活和台湾的差异 我们把这些东西就是设计完 然后运回台湾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都会跟消费者沟通 他们是如何在很艰困的环境之下 然后可以手工去做出这样的产品 所以这些产品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它不是说我们在台北的办公室 可以设计的出来 我们非得到现场去和他们一起工作 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的习惯 或者吃吃印度很辣的食物 然后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出来 是 所以穿到这样的服装 它不只是服装 它是有土地的 有情感的 有文化的 有当地的一些色彩在里面 不过回溯起来 听众朋友听到这里 应该有一些小疑问 帮忙听众朋友来提问 就当初他回信的时候说 你找得到我们你就来 这当然是一个很直率的 也是一个很真诚的邀约 但你不会很好奇说 怎么没有来机场接我吗 就是你们对于跟公平贸易组织的 这种接触 好像跟我们一般在生意上面 被礼尚往来对待的方式会不太一样 但都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说 反正我就是去看看 我觉得那是第一次 就是第一次就真的 他们后来就有来 其实很好很好 我就要问这个答案 就第二次就有来 那第二个听众朋友 可能还是会有一点不了解 就是不管在印度或其他地区 巴西其实也有贫民窟 也有一般的社区 也有那种很有钱的人 那为什么我们公平贸易合作的组织跟对象 听起来都坐落在贫民窟里面 这有什么样的原因吗 贫民窟的妇女 他们多半就是可能没有受到太多的教育 所以他们在他们的社会里面 受到很严重的歧视 尤其在印度有种性制度 那所以他们也比较难找到一般比较好的工作 那公平贸易组织WFTO 就希望透过这样的形式来帮助到他们 他们可能是有些是战争的寡妇 有些是受到家暴的妇女 所以让他们在贫民窟可以照顾他们的家庭 并且让他们有比较稳定的工作 或者比较好的待遇 以这样的说明也让听众朋友知道 我们直播这一系列主题的精神 联合国倡议的永续 很多的目标里面 其中有一个就是脱离贫穷 透过这样的公平贸易的方式 可以改善很多人的生活 而且改善的不只是生活 可能是他们子女的教育 也让他们能够更有永续的观念 去保护自己 爱护地球 好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请两位跟我们聊一聊 接触这些公平贸易的组织 也有很多实作的经验 可以来跟我们继续做更深入的分享 我是吴若泉 欢迎继续回到 没事来哈拉节目现场 继续为你进行的是 为地球减碳在生活环保系列的专访 我们这次的题目是公平贸易 现场来宾是检果子的创办人 杨世祥 Vinka 还有蔡怡颖 Liz 两位呢 其实已经在公平贸易的路上出发 也走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这些实作的经验里面 那公平贸易的主轴 可以归纳出来它是什么吗 公平贸易 我们觉得它事实上 这个理念最开始是希望 就是可以帮助这些 可能在全球的贫穷线以下的人 可以有一个工作机会 然后可以脱离贫穷 然后他们的小孩可以受到教育 对我们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后来事实上 从最开始生产 比较是一些手工艺品 到现在比较多是服饰品 那因为我们觉得这几年 事实上快速时尚蛮多的那样子 对可是快速时尚 它事实上造成很多问题 例如说浪费之类那样子 对那皆由公平贸易的方式 因为他们都是手工制作 所以没有办法真的做很快 然后加上我们也会 希望在设计上可以 比较减少一些浪费 减少一些多余不必要的耗财那样子 所以就我们跟他们合作的方式下来 就是发展出一个比较属于叫慢时尚那样子 慢时尚跟快时尚的差别 除了快跟慢这两个字之外 当然有一些 譬如说产品的耐用度 对于整个环境的负担 污染的程度 甚至就是在慢时尚上面 可能还有更多我们 对于自己的衣服的选择的 一种永续的概念 在检果子想要讲的慢时尚 大概会偏重于哪一些概念 我们的就是像布料的话 大部分是生产者 他们可能是手工织的 对然后因为我们也希望可以 传承他们的一些传统的技术 像当地他们有一些手工染布 然后手工染线 然后再织布的技术那样子 这都是很好的理想 也是我们企业的核心精神 但两位走上了这一条路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 对于整个地球的永续 公平贸易的支持 都令人动容 但会不会有个困扰 就是你的朋友或你的消费者 会不会你不管去哪里 穿什么衣服 他都问你说 这个是慢时尚吗 这个是你们家自己的吗 会有这样的疑问吗 有时候了 有时候了 对 那你们怎么回答呢 就是最后变 常常都只好穿自己家衣服 这就是我想要问的 请问两位今天的衣着 都是自己家的衣服吗 百分之多少是 真的是 这一件很好看 我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它是一件类似橘色 大地色系 当然他有拼了一些其他的布料 然后他算是一个脸帽的 但他有点像是防风的外套之类的 对对对 例子跟我们自己介绍一下 你是设计师 我是外行人 它就是一件 因为我们明年会比较稍微有一点户外风那样子 对对对 所以就做了一件 就是比较 我们觉得比较帅气 男女都可以穿 真的吗 所以这是有男女的不同的尺寸跟白形 我们做的比较大 我们通常就不会做不同的尺寸 因为我们的量事实上很少 然后我们也觉得生产者 就是你给他很多尺寸 可能事实上对他们增加蛮多难度 对所以如果是中性版 可能就是男生过女生都可以套得上去那样子的衣服 对所以回到我们刚才问的这一个主题 就是那么公平贸易的主轴 如果在时尚业来讲 它就是一个慢时尚 就是我们从生产的数量 那么原料包括这些布料啊 针线啊 还有就是手工的制作等等 都要符合这样的一个原则 那听说你们为了要完成这一些衣物啊 再怎么圆啊 都要年年复产区啊 那当然可能疫情期间会稍微例外一下 那一直要去这么千里迢迢 这么偏远的地方 那个精神是什么 我觉得是我们第一次去的所做的承诺 因为第一次他们愿意接纳一个那么小型的公司 愿意帮我们做这些产品 其实我们非常感激他们啊 所以我们也答应妇女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是每一年都希望能够再去拜访 这一走就走了也快十年了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像印度啊 尼泊尔 孟特拉都还蛮熟的这样子 所以它也是我们的一个对生产者的一个承诺 那为什么员工也要跟着去啊 我们带员工和带甚至带消费者去 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看到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公民贸易的 它的本质是什么 然后去那边体验一下那边的生活 体验一下那边的文化 吃一下那边的食物 所以这几年我们就陆陆续续带了我们的员工 和我们的客人去到产地工作 客人想要去的人数多吗 需要报名 意思就是很多就对啊 需要筛选 因为最近这几年我也学习咖啡 有机会跟着团队到中南美洲的咖啡员 去做参观跟访问啊 有很多咖啡的爱好者 年年报名这样的团体 但不见得有这个名额可以让你去 一旦你有机会去到这一些深山里面 来了解咖啡农他们的生活 你就会把公平贸易这样的理念 透过消费而成为自己的生活态度 刚才听到这样的分享 我相信再次提到公平贸易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这就是给农民一个机制 让他可以得到合理的收购价格 拥有比较好的工作条件 以及安全的作业环境 其实公平贸易的模式并不止于此而已哦 它同时也是一种保护自然环境的投资 你可以想象如果农民入不敷出 他就会被迫采取比较便宜的耕种方式 因此就有可能会牺牲了对于自然环境的保育 所以公平贸易组织也会订定严格的环境标准 鼓励农民保护他们脆弱的生态系统 并且减少有害化学肥料的使用 我会听众搜集了有关于获得公平贸易认证 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一起来听听看这些条件的内容 公平贸易组织相信 要维护生产者的生活和他的工作环境 那么他所居住的地方也必须是干净 而且是健康的 因此订定了严格的环境标准 以下就是获得公平贸易认证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土壤和水源 必须能够利用轮根以及永续灌溉来维护土壤 维护水源并且逐渐减少用水的水量 第二个条件是生态多样性以及碳排放量 要回报现有生态系统以及减碳手段的优点和缺点 并且要设定未来想要达成的目标 第三个条件是严格禁止使用基因改造生物 第四个条件是有关于农业的化学品 必须要谨慎的使用 而且要尽量的减少它的使用量 第五个条件是有关于害虫还有废弃物 希望能够透过教育发展永续 而且安全的害虫跟废弃物的管理计划 从以上这五个环境的条件 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 公平贸易和有机认证是相辅相成的 这两项概念的发展就反映出农民 对于维护环境这样的强烈的责任和决心 公平贸易对于生产者的训练 还有提供比较好的价钱的诱因 也可以同时来支持有机农产品的发展 事实上有许多的生产者也投资了 他们从公平贸易所获得的补助金 用于有机的认证这方面 并且带来显著的成效 例如有62%的进口到美国的公平贸易农产品 它同时也是有机农产品 在全世界上面有52%的公平贸易生产者 它同时也拥有了有机的认证 对于设立这些生产环境条件的要求 可以鼓励农民生产对于消费者 还有耕种者以及大自然都有益的产品 听完刚刚永续情报站的单元 我们可以发现要符合公平贸易 所认证的标准可以说是相当的严格 但只要秉持着公平贸易的准则 农民不只可以为环境的永续贡献更多的心力 而且可以提升产品的品质 透过把公平贸易补助金投资在于社区的营造上面 农民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在环境教育的训练 还有品质的检测和设备的改善上面 发展永续的农耕技巧 以及最不伤害环境的生产方式 才能够因此而获得有品质的农作 好听到这边我们要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现场 继续请杨世祥、蔡依颖来跟我们聊聊 公平贸易所面临的问题 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展望 欢迎继续回到美式来哈拉节目现场 我是吴若泉 继续讨论的是公平贸易 这是我们为地球减碳在生活环保系列 很重要的主题之一 现场来宾就是从事公平贸易来经营自己的创意 减果子的创办人 杨世祥、敏卡还有蔡依颖 我们刚才听起来公平贸易真的很值得推广 但我们知道在现况当中 你们其实是常常碰到困难 大概碰到哪一些困难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成本蛮高的 对然后尤其是有些我们合作的组织 例如说它在尼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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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是一个它原本就没有什么原物料的产地那样子 对所以它很多原物料都是进口过来 然后它在帮我们生产产品 但是像遇到疫情这样的影响 它有些原物料可能就翻倍涨 那变成说我们长期在生产的一些产品 变成要重新制作的时候变成价钱可能翻倍 对那就变成就我们可能就遇到这个问题 没有办法继续生产那个产品 因为可能会卖不出去那样子 对然后再来是运输上 因为疫情下有些像是服装类 我们有时候要赶那个时间可以销售 那就会用空运 对但是疫情下因为空运整个可能是以前的好几倍那样子 所以就必须要用海运运输 然后海运就很慢 对就是运输方面这几年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讲到这个疫情影响真的很多 除了刚才讲的原物料的成本 还有就是运送的成本 再加上你们所合作的这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他们可能医疗的条件也没有那么好 是不是有一些生产者 他们也有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 而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跟工作呢 对就是像前一开始2020年的时候就常常他们会说 他们的可能生产组织里面的很多人都染疫 然后就没有办法工作那样子 对所以就是整个生产 或者他们就封城啦 所以整个生产可能就会停摆下来 那还有其他的困难吗 我觉得在推广上啦 对就是当然有些 我觉得像这种手工艺的东西啊 或是手工做的东西 有些消费者他可能就是很喜欢这个里面 然后也很喜欢这样子这类的东西那样子 对那有些可能他没有听过 或是他不太熟悉那个里面 就会比较难推广 而且这里面的认同 可能是让他更肯定这些产品的价值很重要的动机嘛 如果他不知道这个理念或不认同这个理念 然后比较之下 他可能去买那些快时尚 就是更快速更便宜 更符合他对于时尚的概念的产品 所以这也是长期需要对市场的消费者来进行教育的部分嘛 对对对 然后再是跟生产方的就是沟通方面 对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要面临的可能是 这个产品然后他做样品的时候 因为样品他可能是组织里面最厉害的人做的 那可能做出来样品我们觉得很OK 然后我们就下单了 可是产品的生产大量的时候 他可能是发到存络里面给妇女做 那妇女每个人的手感会不太一样 所以最后来的东西可能跟我们原本的东西 会有一些落差那样子 对对对 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要没有办法像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他要求很严格的话 就是事实上会非常难跟这些公平贸易组织合作 就是你必须要可以可以让你自己就是放弃掉一些东西 容忍一些误差 就是在我们的坚持完美的理念之下 能够容忍某部分的误差 那么讲到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环境啊 土壤那些认证的标准 其实对于公平贸易很多产品方面的认证 他可能也是一个蛮需要挑战的程序 对就是我们会跟生产者 例如说我们在讲一个产品的就是要怎么样用什么材料去生产那些过程 那可能我们就要更了解说他使用的这些材料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标准那样子 对对对 然后他们也会尽量去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也是经过WFTO认证的 所以他们自己也知道说这些产品的材质是很重要 然后像一些比如说染布的原料是不是无毒的啊那些的啊 然后跟整个染的过程有没有消耗水资源会排放太多的这个污染那些 他们自己也都会去把关 那我们每年到那边就是去 他可能就会带我们去看他们整个流程有些哪些改进 所以听起来你们要面对的困难跟挑战 包括了第一个就是成本的大幅的提高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跟消费者沟通 也是一种理念的教育 让他们能够更了解公平贸易之下的产品的特色 第三个我刚才听到的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上面 我们身为一个创意者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容忍度 让他跟我们的完美的概念能够有一些空间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认证的部分也要年年有规律的去获得认证的程序 让自己也让消费者能够安心 那我们面对这些困境你们一路走下去 那怎么样去应应这些挑战 并且能够传承你们要的理念 让消费者能够接受也让公平贸易可以开创未来的新的局面 其实我们消费者大部分是高年级身为主 就是他们比较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可是其实我们在十年前就开始到不同的学校去做公平贸易的解说上课 让这些年轻一代他们如果将来他们出了社会之后能够有一点概念 然后甚至其实我们最希望的是未来有好几个坚果子出现 就是大家一起为了公平贸易这个产业努力 包括我们自己的员工里面也有一些是 当时我们去学校上课的这些学生 他们毕了业之后然后愿意投入到我们公司一起努力 其实我们也有在做一些员工的训练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员工即使离开了减果子 他们能够自行创业 然后都是做跟公平贸易相关的一些工作 虽然你说是竞争对手 不过我们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 就是有年轻的一代愿意传承公平贸易这份工作这个理念 所以我们其实我觉得这蛮花时间的 因为从十年前就大大小小的学校场合 我们都去做分享 然后这十年下来我觉得已经开始有一些回馈了 就是我们的客人也跟了我们十年其实他们也成长了 所以我觉得未来在台湾公平贸易其实它会有更多元 甚至更有趣的可能性发生 是透过这些教育训练 不管是对员工或对消费者 让他们能够了解这个理念 能够认同这个理念 才有办法让公平交易所制作的产品可以一路的推广下去 我这边也看到其实学者专家都做了研究 也证实在公平贸易之下的生产者 他们在当地可以获得信用贷款 还有外来发展的资助的可能性都会变得更多 也更有机会可以得到技术上面的培训 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品质也能够得到改善 而且这些公平贸易者生产者的家庭的经济状况 因为更稳定之后 小孩子就可以接受比较好的教育 这也是公平贸易很重要一个精神 那么公平贸易在台湾的发展 在2016年开始有了重大的突破 因为台湾公平贸易协会正式跟国际公平贸易组织签订了合约 成为国际组织的台湾推广分会 可以一起来承担其拓展公平贸易市场的任务 我想不论是在台湾或到全球 公平贸易的运动 不再只是之前那么样的草根性的运动而已 而是逐渐发展出一套透明 而且可以追溯的体系 让公平贸易的核心价值 可以透过整个供应链完整的透明性 来改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的关键 那当然公平贸易真的能够成功 我想就是像刚才两位说的 要让消费者能够积极的理解 而且共同的参与 好希望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 能够帮助听众朋友更了解 什么是公平贸易 也能够有机会让你愿意支持 符合公平贸易标示的产品 因为你的支持将会是这个理念 可以继续推广下去 很重要的力量 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跟我们分享 也告诉我们什么是公平贸易 透过你们的实作 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可能性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I like radio I like radio